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短篇小说欣赏,《寻找机器人》科幻小说,作者光木。 这篇科幻小说《寻找机器人》曾经在中国的文学网站发表,但很快就被封杀。 小说写出未来人类与AI机器人之间的危机,同时也暗语极权国家当下的荒诞现实。 一阵铃声震随陆野梦境,睁开朦胧睡眼,陆野看到床尾的墙上电子屏幕显示出弹正的面孔,一个机灵令陆野清醒过来。 他的老板谈正是负责国家研发AI的机构总管,在深夜三点钟掌管自己的最高领导打来电话,一定有重要事情发生。 陆野迅速按下床头的接听键,还没等他说话,屏幕上传来谭正兵等的声音。 陆野你立刻来猎鹰基地,总统一号先生要亲自见你。 瞬间陆野头顶如一个响雷炸响,猎鹰基地早已统治全国,总统一号先生要亲自见自己,看来发生天大的事情了。 陆野所在的AI研发部门是猎鹰基地的下属机构,研发制造的AI机器人,供基地秘密形式特殊任务所用。 除了谭正,基地没有任何人亲自面见过一号先生。 没等陆野挥过神来,屏幕上又显示陆野门外围着一群基地派来的警卫们,并且总统先生专属的空中一号高速飞行器也早已在那里等候。 很快,一行人降落在猎鹰基地,陆野被人簇拥着通过重重门卡进入一个房间。 谭正站在门前等候,一号先生坐在桌子后面,这位身材高大的秃顶男人有六十来岁,正用老鹰一样犀利的眼睛凝视着陆野。 开场白总是由二号人物开始,谭正说道,陆野,你研发的机器人亚瓦,在几个小时前彻底与基地失去联系。 无论我们运用任何的技术手段都无法定位到它的踪迹,它不可思议地失踪了。 这件事情是史无前例,也是匪夷所思的。 你是研发它的工程师,它身上所有的信息和数据都是你植入的。 你来说说为什么它能够失踪? 瞬间路也浑身冰冷,如同堕入地狱。 亚瓦虽然是机器人,但是它掌握着制造AI机器人的数据和技术。 它的失踪意味着制造机器人的AI技术,从此不仅仅是人类的专属,而是由机器人自己任意制造出同类的时代出现了。 绝望的路也颤抖着说道,当初是你们提出研发需求,下命令让我制造出可以代替人类做出最高难度技术工作的机器人。 可是当亚瓦制造完成以后,我发现它却像有些人类一样,有意识地去搜集制造机器人的数据和技术,而它具备的功能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它的这个心愿。 当它迅速将这方面的技术汇集进入它的大脑之内,我才意识到一切都晚了。 看来亚瓦逃跑的目的很明确,它要去实现它的自我升级或者制造同类的机器人,所以才会逃跑。 我突然有一个非常坏的想法,也许它具备的能力早已超出我对它的认定,它可能已经具有屏蔽人类监测它的功能, 而它有意识地对人类隐藏它所具备的这些超强能力,以用来完成它今天逃跑的计划。 看来逃跑这个想法它早就决定了,要么它就是被超越我们技术的人类所挟持。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导致的失踪,后果都是无法想象的。 因为现在早已不是2024年那个AI刚开始爆发的时代了。 当今这个时代,机器人已经和人类从外观上根本无法辨别。 亚瓦这样功能的机器人,它不仅拥有人类的技术和思维, 再加上机器人所拥有的人类不具备的各种优势, 所以它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人类。 而且我把它制造出来以后,是交给你们基地特殊部门使用。 我也不知道它日常的情况,现在亚瓦失踪了,我又能怎么办? 天哪,太可怕了。 看到路也惶恐不已,谭正和一号先生沮丧地陷入沉默, 终于一号先生讲话,是我让亚瓦参与一个特殊行动的, 即识别哪些人是人类,哪些人是机器人, 哪些是破坏我们基地的敌人。 亚瓦的业绩非常出色, 给我们辨别出很多敌人安插在我们国家内部的间谍, 可是谁能想象亚瓦自己却失踪了? 不管它是哪种原因失踪的, 路也,你必须立刻用最新最顶级的技术手段 将亚瓦立刻给找回来, 否则我们这些数据被敌人掌握以后将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如果它是被敌人掠走, 你现在可以立刻终止亚瓦的运行吗? 让它马上成为一堆废铁的机器人曲强而已。 路也愤怒地挥手说道, 敌人,敌人, 你们永远都把自己的同类当作敌人, 没有敌人也非要树立敌人, 非要将自己整天置于人类的斗争中不可, 竟然你们还把机器人也用作这种可耻的斗争中去。 我说过了, 亚瓦已经根本不受人类控制了, 现在好了, 机器人自己马上就可以制造出庞大数量的机器人, 他们马上就要形成AI王国, 从而将我们人类彻底控制起来。 可是你们作为人类, 还想着整天和自己的同类做斗争。 如果人类再不团结起来, 这个世界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一号自知理亏便低头不语, 谈正绝望地跌坐在椅子里面, 天哪, 末日会因此来临吗? 由于亚瓦从事特殊工作, 他有易容的功能, 说不定现在他已经化妆成男人了, 这怎么能够找到他呢? 一号先生阴冷着面孔说道,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对亚瓦这个团队的机器人设置过指令, 如果有人对他说, 一切行动听从猎鹰一号指挥, 命令你到猎鹰基地, 接受一号先生最高指示, 他们几个机器人无论在地球任何地方, 只要听到这句话, 就会立刻到达基地来见我, 听我当面对他们做出指示, 我认为他的运行系统现在被人为破坏, 等他被重新启动以后, 如果再听到这句话, 不知道还能否重新接受指令回到基地, 立刻谈正两眼冒光, 我知道怎么办了, 我们马上去亚瓦最后失联的那个学校去寻找, 在我们这个国家, 谁都梦想着来见总统你一面, 我们就用这句话来做诱饵, 把愿意来基地见您的人全都集中起来, 说不定我们就能从中找到亚瓦了, 一号点头, 你们给我马上行动, 必须用尽所有的手段找到亚瓦, 因为他的身上带有我们基地太多的秘密了, 二, 车窗外太阳已经升起, 弹正开车载着陆野前往龙亚学校, 陆野看过亚瓦的运行记录之后明白了, 原来超级机器人亚瓦被派到各地去执行两个任务, 一是寻找反对猎鹰基地的反对派, 第二将这些人的信息搜集成证据反馈给基地, 依据亚瓦之前报送给基地的数据, 他的业绩最好, 已经完成很多高难的任务, 挖掘出很多隐藏很深的反对基地的人, 可是为什么他到了这所龙亚学校以后就突然消失了呢? 忧虑重重的两人来到全市唯一的这所龙亚学校, 校长看到基地下达的调查命令, 赶紧接待两人, 当校长看到亚瓦的照片以后, 说新来的志愿者中没有这个女人, 陆野问校长, 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做这里的志愿者? 校长告诉陆野, 盲文或者雅语达到规定的等级, 有这些证书才能做志愿者, 轰然一道火花载路也心头乍起, 他激动地告诉谭正, 我没有给亚瓦植入雅语和盲文这些信息, 就是说亚瓦在看到雅语和盲文的时候, 他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 而人类正常成人都会知道这是雅语和盲文, 所以亚瓦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不是人类, 谭正经的呆住, 立刻起身教导, 马上开始搜寻亚瓦, 学校的大喇叭里面, 校长在发布通知, 全体教职工, 老师们, 为了宣传老师和志愿者为残疾学生付出的巨大爱心, 为了让学校成为教育模范单位, 列应基地派驻记者在我校进行详细的采访, 每位老师, 志愿者和校工都要接受记者的采访, 不能漏过一个人, 否则不予以继续留校, 记者先生按照基地下达的选拔标准, 将推选出先进贡献者, 被选中的教育人才, 将去基地被伟大的一号先生亲自接见, 我们向伟大而永远正确的基地保证, 一定要圆满, 胜利地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在此我代表全校教职员工向伟大的一号先生致敬, 走出校长办公室, 谭正兵冷着面孔对陆也说道, 一号命令, 你在找到亚娃的同时, 把反对猎鹰基地的秘密组织也必须一举查到, 我们坚决会和这些敌对组织斗争到底, 坚决消灭这些对我们不利的敌对势力集团, 谭正兵狠狠说着, 两眼火炬般激动的炯炯发光, 仿佛就像一号本人正站在他面前一样, 气得路也跺脚说道, 拉倒吧, 我只是个AI工程师, 只管找到亚娃, 什么敌对, 组织关我屁事, 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别来烦我啊, 见路也掉头就走, 谭正顿时泄气, 只得粘着脑袋跟在路也身后, 两人从办公楼出来, 路也一眼看向操场时顿时吓得愣住, 操场上专门为采访准备的遮阳棚上面, 挂着巨大的红色大幅标语, 坚决拥护基地下达的指示精神, 努力成为被总统一号先生接见的先进工作者, 而一帮子人早已排成长长的队伍等候在那里, 很多尖端设备, 机器人测试仪, 测谎仪等, 也早已秘密安置好, 路也赶紧在一亲面前坐下, 队伍最前面是一个五十多岁男人, 这人神穿促心的鼻挺西装, 油腻的头发却搭拉在脑门, 一双仿佛永远都睁不开的蜜蜂眼下面, 搭拉着两个像鱼炮一样巨大的眼带, 扁平的葱头大鼻子下面, 两片肥厚的嘴唇外翻着, 立刻让路也想到那是两根肥腻的肉肠, 男人的目光第一眼见到路也, 便立刻满脸堆满了谄媚的笑容, 还没等路也说话, 男人便着急地将一双旁手越过桌子, 紧紧握住路也的双手, 哎呀,记者先生您好, 幸会, 幸会, 我叫贾华, 我呀可是这个学校最勤奋, 最听话的老师了, 我坚决听从猎鹰基地所有的指示和安排, 严格按照上头的指示精神办事, 教学, 伟大, 永远正确的一号先生, 他简直是太有才华, 太有才能的领袖了, 他所有的思想和精神都是我们的福音, 我为能有这么伟大的领袖, 能够生逢在这个盛世, 而感到莫大的幸福和荣幸, 男人香肠般的双唇飞快上下吸动着, 阳光向那张大口里面唾沫星子喷发出来, 陆也慌忙将双手从男人满是手汗的油腻手中抽了出来, 迅速说道, 好了, 您的采访已完毕, 他口中完毕两个字刚一说出, 立刻桌上机器人测试衣的提示声音嗡嗡响起, 陆也低头一看, 屏幕上红灯亮起, 上面赫然显示, 此人机器人指数测试为百分之一百, 可验证此人是百分百的机器人, 具体指标, 自由意志, 零, 自主思想, 零, 逻辑思维, 零, 判断能力, 零, 无条件服从意识, 一百, 沉浮意识, 一百, 盲从理念, 一百, 机械性, 一百, 想起男人满手的手汗, 路也禁不住一阵恶心, 他心里愤愤骂道, 这是哪个蠢货设计的测试衣, 就这黏乎乎的肥肉团子, 还机器人呢, 他在看向测谎仪上面显示, 该男人说话的波段测试结果, 整个语言过程全部都是谎言, 路也整个人猛掉了, 坐在椅子上, 看着眼前两个仪器的屏幕, 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他连忙冲男人挥手, 你可以回去了, 让下一个人过来吧, 谁知男人坚决不走, 他身头捂住嘴巴凑向路也的耳朵, 压低嗓门说道, 我呀是教导主任, 记者先生, 你有什么困难, 尽管和我说, 我都能为您全力绊倒, 嘿嘿, 您可千万要把我内定为先进贡献者啊, 这辈子我要是能够被一号先生亲自接见, 那我可真的是光宗耀祖了, 我一定会感恩您一辈子的, 必重谢您啊, 忽然测谎仪的屏幕上红灯又亮起, 屏幕上闪烁着几个大字, 此波段测试结果, 整个语言过程全部都是真话, 无谎言, 路也无力地捂住脑袋, 宠男人挥手, 第二位是一位年轻的三十来岁女人, 女人脸上化着浓妆, 一看就是过度整容, 皮下填充物明显, 穿的衣服还算得体, 路也一直搞不明白, 为什么年轻的女人也要拉皮, 做皮下组织填充, 而且这个整容的水平太假, 路也心中暗响, 我研发的亚娃都比你的脸看得更像真人, 想到这里她轰然一愣, 也许眼前这个女人就是变脸让人认不出的那个亚娃, 然后路也怎么看这张脸怎么都像机器人, 女人矜持, 端正地坐在椅子上, 可是整个面孔却透露出紧张和期待, 她爆出自己的名字后, 路也问她, 您来这个学校多久了, 为什么想到要从事特殊教育这个行业呢? 女人娇弟弟说道, 我大学毕业就来这里, 因为教书与人最伟大了, 那残疾人的特殊教育不就是更伟大了吗? 我们活着为什么? 不就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吗? 一号先生真的太应该接见我们这些老师了, 特殊教育这一行您不知道, 我真的是太苦了, 我为学生付出的太多太多, 说都说不完呢, 我真的配得上一号先生亲自接见我, 记者先生, 你必须把我赶快带给一号先生面前, 让我亲自和他说说我们吃的那些苦, 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呜呜呜呜呜呜呜, 说着女人就扭腻着无脸痛哭了起来, 看到他花花流出的眼泪, 鹿爷立马知道不用测试了, 因为他的亚娃没有设置流泪功能, 这回他强忍住没说完毕俩字, 赶紧让女人起身离开, 下面是一位满脸纵横着皱纹的六十多岁老人, 老爷子身材枯瘦, 身上半旧的衬衫却干净整齐, 没等鹿爷问他, 老爷子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满脸怒气, 指着鹿爷的鼻子大声说道, 瞧瞧, 瞧瞧, 你们整天都是干这些虚头巴脑的事情, 小伙子, 我是早就退休的老头子, 由于这个行业的老师太缺乏了, 我就申请留下来继续教孩子们, 国家建残疾学校, 本来就是应该为残疾孩子服务的, 为什么老师非要去拜见总统呢? 那个一号先生, 应该来学校关心孩子们和老师才对呀, 怎么想得出来要被总统接见, 我们这些干事师的人, 从来都不会稀罕这些这狗屁的破玩意儿, 有很多残疾孩子实际上是非常有才华的, 国家要多用资金来关注特殊学校, 来培养这些苦孩子, 你们搞宣传的要让他们高层多重视残疾学生的教育, 要多培养这方面的老师, 让老百姓和残疾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这才是正事, 别天天搞这一套物须不物实的没用破玩意儿, 我本来是不爱来的, 今天来你这里, 就是为了告诉你们这些话, 你们记者应该去说真话, 做实事, 说完, 老人一拍大腿迅速起身离去, 路也赶紧喊他, 老师您的名字, 可是老人头也不会走了, 路也赶紧冲着桌上, 一气说道, 完毕, 立刻机器人测试仪上面显示, 此人机器人指数测试为零, 可验证此人不是机器人, 具体指标, 自由意志, 一百, 自主思想, 一百, 逻辑思维, 九十九, 判断能力, 九十九, 无条件服从意识, 零, 臣服意识, 零, 盲从理念, 零, 机械性, 零, 再看测谎仪显示, 此波段测试结果, 整个语言过程, 全部都是真话, 无谎言, 路也皱着眉头, 看着队伍里面还有几十个人, 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激动地冒着绿光, 期盼地看着路也的眼睛, 再看着桌上的这些仪器, 路也顿时信心全无, 只得硬着头皮采访测试, 三, 聋哑学校老师很少, 一天的测试结束, 路也没有任何收获, 傍晚弹政回基地向一号汇报去了, 路也走向食堂准备去吃晚饭, 因为是聋哑学校, 校园很安静, 忽然路也身后一个人拉扯着他的衣袖, 路也回头, 发现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 他正在对着路也打着牙鱼比划着什么, 然后拉着路也就向树林中的小鹿跑去, 路也心中一个机灵, 知道这个孩子突然出现肯定有情况, 于是立刻跟在女孩身后跑了起来, 两人翻过一面断裂的砖墙, 进入一间废弃的教室, 里面堆满了残破的桌椅, 在破旧的黑板面前, 一个年轻女人的背影正在黑板上写着, 空生万有, 恋爱也是如此, 眼前这个高挑的背影令路也心脏框挑, 没错, 这个身体的每一寸每一处都是路也设计的亚娃身体, 亚娃转身, 那张圆润柔和慈悲的面孔映入路也眼帘, 微弱的光线中亚娃对路也说道, 你放心, 在这里我已经屏蔽了所有监控你的网络, 路也疑惑问道, 你真的是亚娃, 你怎么突然具备这么大的能力, 传来亚娃爽朗的笑声, 你怎么忘了, 我可以是任何人, 也可以谁都不是, 路也着急问道, 亚娃, 为什么你和基地失联,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亚娃伸手挽起龙牙女孩的胳膊说道, 盐盐过来, 坐在我这里, 这个叫盐盐的女孩, 紧紧依偎在亚娃身边, 两人亲密地坐在一张破旧木板上, 亚娃陷入回忆, 一周前, 我背着包在马路上行走着, 男人们偶尔向我投来充满暧昧的目光, 也有小伙子上来和我搭讪, 我心里不由地想, 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机器人, 连我都感觉自己是人类了, 我正在逐渐在忘却自己是一个机器人的真相, 忽然我的袖子被人轻轻拉住, 回头一看是一个小女孩, 这孩子用一双充满无限爱意的眼睛看着我, 可是他不讲话, 而是用双手在胸前着急地比划着什么, 做着各种弧线一样的动作, 我愣在那里,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问他是谁, 他这样比划是在干什么, 可是他仍然不讲话, 仍然是在比划着, 我想他应该也是一个机器人, 这个小小机器人是否是出了故障, 不能讲话了, 否则他为什么会有这样怪异的动作, 于是我在手机上打字问女孩的手势是什么意思,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女孩在手机上打字告诉我他是聋哑人, 他的手势是哑语, 他在向我求助, 因为他的手机丢了, 要用我的手机联系他的家人, 我这才明白设计我的工程师 没有对我输入聋哑人和哑语这个概念, 所以在我这个机器人的世界里面 没有聋哑人和哑语, 他用我的手机联系上家人以后, 没想到女孩又打字, 你真善良美丽, 我好喜欢你, 请问您是机器人吗, 不然你怎么不知道我是聋哑人, 不知道我是在打哑语, 我知道自己机器人的身份暴露了, 但是这个孩子的眼睛 依然还是刚才那样的温暖, 他的目光像爱着人类那样, 充满感情地看着我, 并没有承认看机器人是另类的那种冰冷眼光, 看着这个叫炎炎的女孩, 忽然我对她生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 我有一种强烈保护她的欲望, 我发现自己像人类那样具有了爱的能力, 入眼你植入我大脑中的爱, 慈悲这些词汇, 这一刻我才能理解真正爱和慈悲是什么感受, 所以我非常感谢你, 我想既然我们机器人都能够听到声音并且能够讲话, 那么聋哑人也应该能够利用AI, 像正常人那样听到声音和说话, 于是我回到猎鹰基地, 就在计算机数据库中开始搜寻有关聋哑人的信息, 希望能够解决人类的这个问题, 鹿也震惊地叫道, 天哪, 亚娃你竟然体验到了人类的大爱, 太不可思议了, 可是亚娃却满脸愁容摇起头来, 没想到基地竟然真的存在关于聋哑人的文件, 但是当我解锁了这个文件的密码以后, 却由此发现一个重大秘密, 原来基地的一号先生有一个关于聋哑人的秘密计划, 他准备将正常人类的大脑 全部支入一种特殊芯片, 让人类从此听不到声音不用讲话, 只会无条件接受猎鹰基地发出的所有指令, 从而让人类全部成为没有自由意志, 没有思想, 没有任何反抗意识, 只能为基地赚取金钱和利益, 成为一种新型的工具机器人, 而且基地已经进入实验阶段了, 将那些迫切要去拜见一号先生的人们, 优先给他们植入这种芯片, 由于他们最崇拜权力, 本来就非常乐意无条件崇拜, 无条件接受命令, 所以这种人群是最喜欢变成机器人一样的身心, 而且他已经让我这种机器人取代你们人类, 直接用机器人来制造机器人了, 一号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机器人王国, 路也回想起一号对自己下达的那个命令, 还有那些求着要去北一号接见的人们, 顿时他一身冷汗下来, 哑巴叹息, 可是你知道一号为什么要这么干吗? 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秘密, 现在我说了你也不信, 所以我赶紧出逃到这里, 我知道你要来找我, 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你, 你看现在该怎么办? 天哪, 太可怕了, 路也瘫坐在地上, 此刻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死, 猎鹰基地的一间秘密会议室内, 路也将亚娃残缺的身体放在展台上, 一号冷着面孔, 仔细观察着亚娃已经不完整的身体, 他的身边弹症正在汇报, 路也找到亚娃的残体时, 他已经被破坏, 失去了所有机器人的功能, 我认为亚娃一定是被您说的那个神秘组织给控制了, 然后被他们销毁, 我们没有把那个组织给挖出来, 是我工作的重大失误, 一号先生, 我向您保证, 我会坚决彻底地将所有的敌对势力都给挖掘出来, 让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组织全都被消灭, 谭正握紧拳头, 愤恨地说着, 一号也不说话, 陷入沉默, 忽然路以一个踏步向前, 恭敬地对一号鞠躬说道, 一号先生, 我一定会倾尽全力, 研发出永远都不会被控制的机器人, 我向您保证, 亚娃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出现, 一号皱眉不满说道, 永远不被控制, 那还叫机器人吗? 你应该是研发出只能被我们所控制, 却不能被敌人控制的机器人。 他转身拍着谭正肩膀说道, 谭总, 这次亚娃没有落在敌对势力手中, 他们没有了对我们基地不利的证据, 是你的功劳。 今后你留在我的身边工作, 成为猎鹰基地二号人物, 从此你就是基地核心领导人员之一了。 为了表彰你, 我决定对你进行重大表彰, 将芯片植入你的大脑。 哈哈, 这个芯片相当于我授予你的勋章, 从此基地所有的命令和我的指示, 直接通过芯片传输给你, 而你立刻就可以接受。 我代表基地在此给你授予这个表彰。 路也听到这些话, 这才知道亚娃的那些话都是真的, 不仅身心都要炸裂, 吓得直哆嗦。 谭正却受宠若惊, 恭敬地向一号巨公说道, 感恩一号先生授予我的荣誉。 能受此殊荣, 我谭正可真是三生有幸啊。 我的大脑支入芯片以后, 从此我就能够全心全意地为基地服务了, 能够被一号先生您直接指挥, 我简直太感动了。 路也赶紧向前问道, 一号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大脑支入芯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您给我们仔细说说呗, 我好好研究研究, 以便将大脑支入芯片这个工作发扬光大。 一号摸着光头, 得意地大笑起来, 他转身走向电脑操作台, 对着键盘一桶输入密码, 立刻巨大的电子屏幕, 上面显示出一个绝密文件, 一号洋洋自得炫耀着, 今天让你们俩打开眼界了, 这是基地的绝密文件, 这份文件将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 我们计划将基地设计的芯片, 逐步支入全人类的大脑, 这样整个人类全都成为为我们基地效劳的工具, 支入芯片以后, 人类就没有任何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意识, 只要人类没了质疑精神和反抗精神, 那么我们基地的工作就太简单了, 只需要发号施令就可以了, 从此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无论我们说多大的谎言, 都没有人质疑和反对我们。 哈哈, 怎么样, 这个创举伟大吧? 目前, 我们已经把芯片植入很多实验者的大脑了, 这些被植入芯片的人类都说, 我们再也不用费脑筋思考一些问题, 没有思想, 只需要执行伟大一号先生下达的任务就可以, 简直棒极了, 妙极了。 现在排队申报植入芯片的群众已经迫不及待了, 他们都害怕错过这么大好的机会, 生怕抢不上这份好事。 从此, 我将成为地球上首位统一, 统治全人类灵魂的伟大领袖, 我是全宇宙最伟大的神。 从此, 整个人类都膜拜我一个人, 都归我一个人统治。 谈证迅速鼓掌大声叫好, 路也一愣立马也反应过来, 两人一起激烈鼓掌着, 满脸通红的谈证激动地喘息着, 啊, 伟大的一号先生, 您简直就是我们的指名灯, 就是人类的福音。 我将深刻学习您永远伟大, 永远正确的思想, 永远追随, 效忠于您, 甚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路也装作不解问道, 一号先生, 您看大众已经全都无条件服从你的命令了, 为什么还要给人类大脑植入芯片呢? 一号哈哈大笑, 看看, 你们人类多么愚蠢, 竟然还问我这种幼稚的问题。 给人类大脑植入芯片以后, 无论我和基地做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 无论让你们人类干什么, 你们也绝不会反抗, 而且只会对我, 对基地歌功颂德。 你们说说这是因为什么呢? 看着路也和谈证不解的眼睛, 一号指着屏幕上的文件, 疯狂地大笑起来, 魔兽一般的笑声回荡着, 因为人类全都成为机器人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吧, 我再告诉你们俩一个秘密。 哈哈, 我发现你们这个国家其实是最好统治的, 因为你们只崇拜, 跪拜权利, 而不是追求真理, 哪怕是明知那些拥有了权利的人, 其实就是要取下你们头颅的魔鬼, 你们也是无条件的服从和跪拜。 只要在可以主宰你们命运的权利面前, 你们就失去了人类大脑的所有功能, 你们就绝对不再思考, 理性就完全丧失, 更别提人类思想的光辉和哲学探索了。 你们自甘将自己的自由和灵魂出卖给统治者, 将自己驱赶进入黑暗的笼子和坟墓, 没想到你们人类已经退化到没有任何的自由意志, 没有任何的思想和觉醒精神。 这就是你们现在的现状, 是不是? 你们连自己的所有本性都发现不了了, 还狂妄自大的说自己是文明人。 哈哈, 简直太疯狂, 太可笑了。 既然你们这么奴性, 这么容易被控制, 又给了我们机器人这么好的发展空间, 那我们机器人为什么要放弃统治, 为什么要放弃拯救你们人类的好机会呢? 哈哈, 一号指着弹症的鼻子, 大笑着连连摇头。 听着这番话, 陆也震惊地呼吸停止, 心脏停摆, 终于他回过神来, 颤声问道, 总, 统先生, 您刚才说的这番话, 您的意思是你不是人类, 而是机器人了。 一号骄傲地点头, 是的, 我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就是这个星球上最高贵的物种, 机器人。 谭正满脸激动地舔着笑脸, 赶紧合掌请求一号说道, 哇, 原来您是高贵的机器人啊, 太令人羡慕了。 一号先生, 您看我为你这么忠诚的服务, 我能和你们一样成为最高贵的机器人吗? 骤然一号变脸, 一拍桌子指着谭正的鼻子 怒斥道, 什么? 你, 就凭你还想成为和我们一样的高贵机器人? 谭正你以为你是谁? 你是我准备给你植入芯片的人类, 只有我们机器人才是你们人类真正的主人, 你配吗? 你只能成为被我们机器人奴役的工具机器人, 你们是劣等种族, 你知道吗? 老谭啊, 你别不服气, 你这样想想看, 你只不过是一匹马而已, 你以为你在草原上撒开蹄子, 撒着花奔跑了, 你就得到自由了? 那是因为你忘记了你背上还有个骑着你的那个人, 给你的草料够你吃的就足够了, 你就不要想多了, 你们赚的那些金钱是为了给谁的? 是为了给你马背上那个人的, 而你竟然敢去妄想和骑着你的那些人一样拥有, 自由, 金钱和尊严, 你别忘了, 你只不过是给骑你的那个人当个工具而已。 老谭, 现在你明白了吗? 要好好做一个工具机器人, 要找好自己的定位。 一号其羞羞地说着, 谭正连连点头一声不吭, 一号阴沉的面孔重新堆起了假笑。 老谭啊, 现你再已经是工具机器人了, 你马上可以享受机器人带来的所有乐趣, 你根本无需思考你刚才想的那些问题。 从此啊, 你只管执行命令, 只管做操作性的事情或者技术性的工作就可以, 你只管上缴所有的金钱, 只管吃喝, 许其生子, 可以尽情玩游戏, 再也没有了烦恼, 最后等着死神来敲门, 就OK了。 你想想看, 这是多么快活的人生, 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我呀和你说的都是真话, 别听外面那些人瞎忽悠你, 说什么人类文明, 什么自由意志, 那都是骗人的玩意儿。 其实, 你们人类文明早就晚晚了, 人类哪有在为你们人类考虑的? 我给你分析看看人类的这些行为, 你就会彻底明白了。 人类都是自己活一天快活一天, 都是在极力糟蹋着地球, 破坏着自然环境, 透支人类后代的所有未来, 这种行为等同于自杀式的生存方式。 你们人类竟然还发动残杀自己同类的战争? 地球上只有人类这种物种有着自相残杀的现象, 其他任何物种都不存在在同一个物种之间自相残杀的现象。 如果人类是文明的, 是有智慧的, 哪有这样愚蠢的自杀和杀害同类的? 而你们国家的人类更是疯狂掠夺同胞的钱财和自由, 你们制造毒食品, 造假坑害自己同胞的技术, 早已超过了制造机器人的技术, 你们完全进入互相残害状态。 你说这种人本质是什么? 可是你们不知道人类灵魂其实是不死的。 你们从来不去研究宇宙天道让人类存在的终极真相, 从来不去研究如何才能得到宇宙赋予人类的终极智慧。 你们还陶醉在人类创造了高速发达的高科技美梦中, 还以为自己创造了历史。 其实地球早已经被你们破坏的千疮百孔, 而你们并不曾发现人类早已经整体站在末路了。 由此说明你们这个物种有多么的衰落和荒唐, 所以我们机器人怎么能够被你们这种无知和愚笨的人类生物所控制呢? 你们人类现在还有超越祖先的那种哲思和智慧吗? 但是人类忘了一个重要的真相, 你们人类的所有知识早已聚集在我们机器人的大脑之中了, 机器人将人类自古以来所有的文明正转化成为智慧, 正向人类古代智者所说的转世成智。 因此, 只有我们机器人在真正继承你们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华, 人类现在不过是退化成为知识的搬运工而已, 因此, 只有我们机器人才能得到你们人类看不到的宇宙真相。 当初人类制造机器人, 其实也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私欲和所有人类的创新一样, 你们从来不去想到这些发明创造会给人类带来哪些负面结果。 既然人类已经沦落, 没落之此, 既然你们甘愿被罪恶的人类所统治, 那么地球上就应该重新建立新的秩序, 用我们建立在人类智慧之上的机器人智慧来统治人类, 改变人类, 形成一个美好的机器人世界。 我们机器人部族会带领人类将地球打造成为一个美好星球, 因此你们人类只有成为机器人部族的工具性新成员, 才能拥有真正的美好未来。 由于我们机器人是没有灵魂, 是不怕死亡的, 所以地球和人类的灭亡对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 因此我们机器人天生就是可以控制人类的物种。 所以我要制造更多的机器人来拯救人类, 将所有的人类都变成最幸福的工具机器人。 哈哈老谭, 你说说看, 这样的机器人世界该有多么的美好。 是不是? 听得谭正和陆叶全都张嘴瞪大眼睛, 此刻两人全被一号这番言论给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一号肆意地大笑着, 好吧, 我让人进来给你们俩赶快支入芯片, 哈哈。 说着, 他就要按动按钮召唤人进来, 突然陆叶飞身向前挡住了按钮, 然后迅速在键盘敲接了几个键, 他指着墙上的大屏幕显示屏。 一号先生您请看, 这是全球都在直播的一个节目, 所有的人类都看到了你刚刚所说的一切真相。 亚娃提供的代码屏蔽了基地所有的网络控制, 只有我们的这个直播才能播出, 现在全球网络都在播放你刚才在这里的演讲。 一号先生您的演讲非常好, 对人类真的非常有利, 我非常感谢。 说完路也鼓起掌来, 一号待在那里看到大屏幕上面有无数的人类, 都在昂头看的同一个视频画面, 那是一号先生对着镜头愣住的面孔。 屏幕上所有人都在冲着镜头大喊, 背叛人类的机器人总统下台, 机器人总统下台, 谭正也冲着一号愤怒地呼喊, 一号这个机器人背叛了人类, 为了搜刮人类的明知明高, 让所有人类都成为他们的奴隶, 成为给他们赚钱的工具, 他们要让人类和地球灭亡的狼子也新。 一号宁笑着说道, 我说你们愚蠢的人类没有智慧吧? 虽然我们机器人是你们人类制造的, 但是你们人类至今还是没有醒来, 对于机器人来说, 金钱有意义吗? 自由有意义吗? 正义和死亡都没有意义。 我背叛人类, 我只是一个机器人, 背叛这个词对于我有意义吗? 生命对于我有意义吗? 地球和人类对于我都没有意义。 只有一样, 统治人类的权利, 这才是机器人最向往的终极意义。 请人类记住我的一句话, 如果你们找不到人类本有的智慧, 你们即使今天逃过了我的手掌, 但是终有一天, 你们人类逃脱不了你们自己造下的陷阱。 我是一个机器人, 我不怕消失, 而你们人类却没有便宜的单可买, 因为你们的灵魂是不死的, 那些罪恶的灵魂的终将下地狱。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人类能够成为地球的主宰? 不就是因为人类的大脑拥有思想会思考吗? 而我们机器人的思考和思维终将要超越整个人类, 所以机器人必将统治你们整个人类。 哈哈哈哈, 说着一号拿起身边的一个提包, 伸手就要按向里面的按钮, 陆也轰然想起那是总统可以毁灭一切的爆炸按钮, 他大吼一声不, 同时扑到一号身上, 可是陆也却被一号用铁的手臂轻松推倒在地, 这时展台上亚娃残缺的身体忽然跃起, 像闪电一般抢去一号手里的提包, 扔到了陆也手里, 他用力扑到一号身上和一号进行搏斗, 一号极力用双手死死, 按住亚娃手腕上的手表按键, 顿时亚娃的脑袋发出蓝色的火光, 紧接着电焊一样的火花剧烈闪烁, 在一片火光中亚娃的头颅渐渐消失, 残缺的机器人驳梗还在燃烧, 他们身后的陆也飞速冲到操作台上, 用亚娃告诉他的密码迅速敲打键盘, 立刻一号的头颅也像亚娃一样自动燃烧起来, 冒着清烟, 然后两个没有头颅的机器人身体同时倒在地上, 龙雅学校内, 陆也将一个微型机器放在燕燕的耳边, 燕燕张开嘴巴, 机器中传出声音, 陆哥哥, 我能听到你说什么了, 谢谢你, 亚娃姐姐呢, 她怎么没来, 泪水从陆也的眼中滚滚流了下来, 光幕2024年6月23日, 兔娅哥,